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已经11岁了 不料她至今还没有正式的妻子名分 杨哲娜指示并不是自己和杨志翘没去考虑注册 南方也经常提出去海外或是港岛注册庆祝 两个人也会讨论婚礼事宜 但因为工作或是其他的事情耽搁 一来二去特走了 做这样一直到现在也未有注册 杨哲娜因为爱馈杂志看性速体之中的侠子为人数知 近几年也是喜悦不断 2020年在《芒侠大律师》等六部剧中均有精彩的表现 之前还同时在拍两部剧 比起她和杨志翘在一起之前工作量增加不少 工作之余 她除了陪伴女儿还会直播带货 确实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 虽然还未正式成为杨太太 但是杨哲娜认为两个人的关系 胜过所有刑事和一张结婚证书 对于她来说 结婚证书只是一种刑事 一份法律文件 有的网友认同杨哲娜的看法 认为夫妻名分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彼此相待 但是有人认为两人走为注册结婚的原因 是男方不够爱她 倔疑男方不想分一半的身家给杨哲娜 只批她是纯女人 而杨哲娜10月份在受访时暴露 她在杨志翘手机里面备注的一直都是杨老师 杨老师这个称呼源于两个人相识 杨哲娜之前开设了手工一班 其中有两位学生 便是杨志翘和已故前妻的女儿 杨哲娜也是从杨志翘和两个女儿的相处之中 对男方有了更多的了解 杨志翘追了杨哲娜两年多 但是因为杨哲娜当时有男朋友 杨志翘又是一位单亲爸爸 他也一直和对方保持着距离 还拒绝了对方好几次的表白 后来他和男友分手之后 两个人才慢慢的走到了一起 杨哲娜表示 最甜话多的杨志翘其实是自己以前讨历的例行 不过长久的相处 杨哲娜更加了解杨志翘 他直言对方十分的信任 称杨志翘即便应酬最早也会回家 还表示男方对自己是有鹰逼穷 非常的体贴细心 现在杨哲娜直播时 杨志翘也不介意在一旁带人助手 11月10日是杨哲娜的生日 他和杂人朋友一共庆祝了四天 杨志翘每次同位陪在左右 还特地给他创造生日惊喜 除了杨志翘的陪伴 妓女也是暖心的为杨哲娜庆祝生日 两个妓女现在分别是24岁 20岁 姐妹俩十分喜欢杨哲娜 而杨哲娜也对她们视如己出 也曾依在为在意妓女对自己的称呼 称只要她们开心了做好 不过自杨哲娜为杨志翘 剩下小女儿之后 姐妹俩也改口造了妈妈 杨哲娜的亲生女儿现在11岁 和两个姐姐相处得十分的融洽 三姐妹和赵石永远是让小妹站在中间 而小女儿也明白 两个姐姐和自己是同父一母的关系 并未因此令姐妹关系有所疏远 而杨志翘也是由女万世族 自妹妹杨姨生女之后 杨哲娜本来想在追生一个儿子 但杨志翘十分的抗拒 似乎并不介意没有儿子 杨哲娜和杨志翘相处11年 早就十分的了解彼此 感情依旧甜蜜如初 虽然两个人为责婚的消息 也是令人惊讶 但这也是两人的私事 众所周知杨哲娜一直以来 是在TVB剧之中 都是饰演一些配角 《残不走刚播完》的C9特工之中 杨哲娜就有着不俗的表现 她在剧中饰演马国民的前妻 虽然有一些她慕虚荣 但也总算是个很善良的女人 所以她在这个角色里头也很权分 近日杨哲娜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期间她大爆入行以来的各种心酸 有苦就有甜 同时杨哲娜也很感恩内美洋仪 为自己所作的一切 说到抵巢之处 杨哲娜也是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早期杨哲娜是港姐出身 其实当时为什么去参选港姐 至今她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私底下的杨哲娜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 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 她更是一窍不通 所以一直以来杨哲娜都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娱乐圈 但是让她和家人都感到惊讶的是 入行至今以来竟然都没有选择要退圈 想必也是真的很热爱表演这一行吧 对于这个问题杨哲娜直言 其实一开始她是真的不懂得表演 尤其的那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 她甚至觉得是两脏八软 实际表演的时候也很木讷 根本无法给对手反应 而且要和很多人沟通交流 这一点也让她很痛苦 没过多走 杨哲娜就崩溃了 她去看了心理医生 也就是那段时间 她被诊断患上了遭律症 那个时候杨哲娜入行没有几年 再加上患了情绪病 她对未来的路也是大感迷茫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杨哲娜并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尤其是家用方面 都是妹妹杨姨顶着的 不管是再苦再累 她也都没有任何的怨言 其实说到这里 杨哲娜自觉对家人有着很大的困县 尤其是妹妹杨姨 而后来杨哲娜渐渐渐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虽然人情事故方面很没有进步 但是至少她可以安心演戏 就从妹妹发展的越来越好之后 媒体总是将两个人拿来做比较 对此杨哲娜也表示肯定 完全不会影响她们姐妹之间的关系 而自己也是真心的为对方感到高兴 几年前杨哲娜 再给了有广告登香大王之称的杨志翘 虽然对方是二婚 但是却也丝毫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而杨哲娜这个后妈做的也相当的到位 可两名妓女相处的也很开心 由于杨哲娜的性格也比较耿直 所以她自暴之前曾经试过推剧 主要的原因是她不想一直演同类型的角色 这样她也很难有发挥 而且也找不到前进的动力 这样的说辞虽然有些坚持未必能理解 但她还是选择做自己 而这种勇气也实在是让人感到佩服的 自从凭自爱回家这部剧 得到了更多观众的赏识之后 杨哲娜也坦言自己的工作量 其实也夺了不少 她对自己现有的一切 其实都一直抱有一颗感恩之心 同样的我也相信 这样的人不管将来会发展的怎样 她始终都会活得开心自在 因为知足常乐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的道理 我们下期再见